社交谎言真正的炮制者和受益者 正是美国的一些反华势力 美国的前高官维尔克芬 早在2018年就毫不掩饰地承认 美国想破坏中国的稳定最好的办法 就是制造动荡 煽动维吾尔族从内部搞乱中国 编造社交谎言 抹黑中国形象 破坏中国稳定遏制中国发展 就是美国反华势力 已将制华战略的一步 美国反华势力炮制的是将谎言 掩盖不住国际社会 支持中国的正义之声 只会将发谎者阴谋家的真实面目 清晰暴露在世人的面前